原标题 在最英勇的奋斗下,历经十四年之久,终于赢得了胜利。我国的抗战之所那么艰难,离不开那些充当日本走狗的大汉奸。这些汉奸虽然都受到了审判和惩罚,但有一个女汉奸,却在被枪决之前因遗物,被无罪释放了。此人名叫李湘兰。李湘兰1920年,生于中国辽宁省灯塔市,原名山口淑子。 在她十三岁时,因任同学李继春的父亲为养父,因此得名李湘兰。少年时代的李湘兰曾在俄罗斯人为师,学习唱歌。1938年,长相貌美,歌声甜润的李湘兰,被日本操纵的伟满洲电影协会,看众并动员她入会,将她大力包装。 作为中国歌星推出,她演唱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歌曲,特别是一曲《夜来香至今》都在传唱《久经不衰》。 随着演艺业的发展,李湘兰的名声迅速传至大江南北,成为了当时语工秋霞、周璇、姚丽、白光、白红、无音音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。 说起北满洲电影《邪鬼》是日本为了英文化来迷惑中国人,起初李湘兰的歌声传遍日军敌战曲,大红大紫后开始拍摄电影。 当然,这些电影均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宣传,或者粉饰其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队形,减少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,从而被彻底奴役。 可以说,文化汉奸的威力,比洋枪火炮危害更深,李湘兰在中国人眼里是中国演艺界的翘楚,在日本人眼里,他是穿着中国服饰日本人,为日中亲善竭尽全力。 李湘兰的这种演艺生涯,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。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李湘兰以文化汉奸罪被逮捕,并被判处死刑,然而就在要枪决李湘兰时候,他的好朋友拿出李湘兰的身份证明,面证实李湘兰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,所以不能被判为汉奸,由此法院改判其无罪,并被当庭释放。 在法庭上,人们得知李湘兰无罪释放时一片哗然,纷纷要求重新审理,法庭上李湘兰泪流满面,不停地鞠躬致歉,还用人们熟知的流行歌曲进行演唱。 最终法庭上的中国人为他所感动,同意饶恕放他回国,想想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,中国人的善良,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以寻找低了。 回国后,李湘兰改归原名山口叔子,继续从事演艺事业,晚了时,李湘兰智利终日有好事业,曾发表恩章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,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。 2014年,李湘兰逝世,终年94岁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,李湘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有好事业,为此做出积极贡献,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